卖地卡厚塔企业活化资产创前流 大同子公司亏损连连 股东会时还上演全五行 不过这都没关系了 因为卖地就好了 为弥补前坑 大同上半年就卖了新北市图城区原河段6080平土地 以及北市中山区复兴北路456平土地 共入账121亿 高雄第一市家城起川家族的南河新产 为了资产分配 今年也是疯狂卖地 2017年将三夺二路的角地卖给润龙建设 去年也将县正路的山山土地卖给黄埔建设 据高雄房屋市调协会统计 从2013年至今卖掉土地达4.5万平 总金额超过220亿 房地产景气不认好坏 基本上土地价格很难跌下 以过去十年的土地价格来做分析 基本涨幅达到二到三成左右 土地从每瓶80万元表到每瓶100万 而最近被爆出欠星风波的大巴餐饮集团 也有意买地换现金 在大巴大饭店旁 目前租给体育用品店面 是大巴在2014年6月取得 称交价3.4亿 如今开价3.88亿 小港区厂办也在2014年9月勾入 取得成本1.3亿 并花数千万改造 现在开价才没跌5亿 地价持续上涨 企业靠卖地创钱流 也大赚一笔价差 老燕 怎么能不看苹果台 苹果台全新上线 6月18日参考看看